现在我们讲一下第二十二节 对折贴带和剪贴按带 首先我们讲一下按带 按带我们是用在图纸上面写了一个3CE 首先我们把带口测一下 跟之前一样的测法 然后我们用实样换一下 注意这个实样咱们有一个技巧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它对折 在中间打一个剪口 然后在这个角对折之后 一定要漆平上面 然后在这个角我们打一个剪口 然后在这个角这里到这个边缘 大概二分之一住 我们又打一个剪口 然后我们用实样 并且标出这个标记位 非常重要这个剪口 然后在这里用实样画出来这个标记 然后用索编机 我们这是一公分缝分 我们可以用索编机稍微铲掉一个0.3 直接从这里锁一下锁一道边 铲掉0.3或者0.2 换好之后这里锁好边之后 我们锁三线四线都可以 尽量就是说我们这个缝分不要太大 特别是这个角这里 撤了之后我们用这个线 给它带一下这个角 等一下好测一点 带到这里中间就不用带了 在这角我们一旦带一下 OK 然后我们从这个 齐平我们这个线 这个呢 我们袋子上的实样 我们抽在线外 线的右边 那看清楚 齐平带口 记住 我们车在这个线的右边 对好捲口 上一项都要对好 这个手 这个手指往我们身边带挤 贴这个袋子的时候 尽量是用胶压角 用这个平压角 不要用高低压角 针迹一定要调小 不调小的话呢 这个呢 口袋呢 做好了之后不圆 特别是转角的这里 一定要带极下面这层布 上面呢 就推着 那 剪口 对好 这个剪口 如果你车到这里 相差很大 或者相差个0.5 或者之类的 那你就不要再车了 不要一挫再挫下去了 车下去也没有用 那你掉拆了 重新再抽 那转角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带极 往我们身边带极 前面我们用手指 这样 往前面推 看到吗 我这个手指是往前面推的 这个手掌控 往我们后面拉 这个手指 两个手指往前面推 对好剪口 还有一个 大家如果是这个袋子 很软的话 面料 那你就烫一下秤 烫了秤之后 再去车这个带口 剪口 对到剪口 好 那么这个七平带口 刚好是七平的 OK 那么这个口袋 好了 那么由于这个面料 你放在一起 它这里就有点皱 就是已经测远了 对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里面的缝分太大了 也会导致这里面不远剩 我们可以呢 向这里面测好了之后 圆形的话 这个圆弧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测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缝分修小一点 所以这个贴这个袋子 尽量缝分不要太大 控制在0.6的缝分最好 两边都修一下 然后烫一下就可以了哈 那么按带呢 通常可以用在外套 这里面 那我这个上载的一个团作 这个就是用按带 做了按带之后呢 我们这外面又不能打刀针 所以呢 一般通常情况下 都会在带口 做套截 像这样的 我们做它的口袋 就这样的 接着我们向对折贴带 那么图纸的是用的是30313030-1 那么首先这是一个实样 这个是袋子 不要以为这个袋子就是这个呢 做好了 我们是这样的形状 同样我们先把这个袋口转一下边 一样的话 我就不示范了 走过来 这个是散面 照好了这个袋口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铺上去 把这个定下位置 定在反面 那这是定下的一个位置 我们用追准 然后这个是正面 正面跟正面相对 那这个两个角 那这样子 找到我们这个点 这个定位点在这里 出个闪 这边也是一样 从这里留一个0.6到1公分 然后呢 我们用时可以把这个1公分的纵分给它画出来 这边是一样 像这个闪 这个褶子 往这边倒 往这边 两边都是一样 往这边倒 现在开始贴卖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 折好1公分 折好1公分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从带口 文化的带口上去一个0.3 把两针倒针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我们的线 折就可以了 手拉到后面 始终压0.1 折好了之后 然后从这里开始折一下 把这个角折好 把这个毛边往里面塞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中间呢 打一个前口 跟这里对接 不管你怎么说 这个角呢 两边的角是要对好的 同样 这个不要倒反了 这个子子 折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手一定要往我们身边带 因为这里呢 很容易变形 好 然后就拍着这条线 一直折上来 同样好 我们这边上去0.3 那我这边呢 也是上去0.3 从我们带口画的线 上来0.3 这个带口呢 我们可以稍微多折一点点 OK 那我们这种带子 就叫对角带 通常这种带子呢 我们上面会张一个带盖 那我这个就不张了 主要我们就是讲的贴带工艺 这个带子做好了 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立体的 有点立体 带口是平的 对角带 通常这种带子 是的 是的 对角带 在你那边 你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带